大家好,我是乔首女工编织房的房主 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学习这一款人字型的太阳花拖鞋 就是鞋侧编织的是教大家吃这种太阳花的 太阳花的,这个是已经织好的 织好的极致成品 还有这个颜色的 然后我们这款鞋子所要用的材料就是 我们家现在正在使用的这款紫红色内胆的高密度的海绵 这种海绵很柔软的啊 你怎么捏怎么捏都不会变形的 很舒服的,穿在脚上很舒服 而且上鞋上起来之后 鞋子很有型 就把鞋型修得很好看啊 穿在脚上 而且这个内胆的话会比较耐脏 不容易弄脏 好,我们这款鞋子所要用到的针 三燕牌的十一号针 三燕牌的十一号针 好,我们现在就教大家起针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 梅红色的线加上这个绿色的线来搭配的 比较好看的 我们现在来织40,41码的 我们这款鞋子的织法跟那个双色 双色兔子花的那种织法是一样的 织法是一样的 都是起三针 然后就是知道我们针上所需要的总帧数 如果大家想要用这个绿色做花心的话 我们就用红色线起头 如果想要用红色线做花心 那我们就用绿色线起头 大家这个也要搞清楚了 好,我们现在来教大家起针 起针,打一个小结 打一个小活结 这样 打一个小活结 我这边是用绿色的做花心 打一个小活结 然后套到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起三针 好,我们三针起好了 三针起好了啊 三针起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红色的线织一个来回 先用红色的线 我们织到鞋这边的时候 就是这个鞋口的这个地方 我们织成小辫子的啊 就把这个条下来 然后绕过去 放下来 织成小辫子的是为了 到时候织斜口的时候 挑针好挑 好,我们这个红色的线 一个来回已经织好了 织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用绿色的线 然后来织 换绿色的线 就是我们在换绿色的线的时候 要加一针啊 加一针 加针的方式就是 也跟一开始起头一样 打一个小活结 然后套到这根要织的这根针上面 然后这样就算加了一针了 加了一针 然后就直接这样 加的针放到这个上面 然后直接用在这个霉红色的线下面 直接织过来 换这个绿色的线 织一个来回 大家看好了啊 现在针上是四针 针上是四针 我们在织变的时候 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 这边织成小辫子针 小辫子针是为了挑斜口好挑 我们换线的时候 第一次换线 换成绿色线的时候 加一针 后面我们就是两针两针的加 总共加五次 这个霉红色的线 现在开始织霉红色的啊 绿色的织完一行 织完一个来回了 我们现在换霉红色的 两针怎么加 第一针我们这样 用手指绕上去套过来 这样 第一针这样加 第二针就用针 针直过来 针压到线上面 针压到线上面这样 从这个加的这一针 织过来 好 这两针就加好了 这两针就加好了啊 大家看一下 两针加好了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 霉红色的线 织一个来回 再用霉红色的线 织一个来回 好 加的这一针正常织 然后最外面加的这一针 最外面加的这一针 不要直接这样织过来啊 这样织过来 这个鞋边会很松 我们就这样 从这个下面 从这个下面织 织下来 好 这个霉红色的线 两针加完了 这个来回也已经织完了啊 这就是加两针 加了第一次 然后我们再换绿色的线 我们现在开始要排花了啊 我们现在开始要排这个花了 排这个太阳花了啊 排太阳花怎么织 我们就是这下面再要加针 再加两针 套一针上去 然后再织 这个针压到线上面 绕过来 针压到线上面 然后把这一针 这一针加的这一针 织过来 一针 好 这一针再织过来 织过来一针 然后我们现在挑一针 挑一针红色的 就加完两针之后 织一针 然后挑一针 然后这边就织三针过来 这边要织松一点啊 因为我们织的太阳花的 不像织那个双色情侣的 或者是兔子花的 因为织太阳花反面的话 需要就是织松一点 因为我要织花形 两针 好 三针织过来 最后这一针也直接织过来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 从反面开始织太阳花 就是来挑那个花 第一针挑下来 不织 就这样 这一针不要放下去啊 不要放下去啊 就直接这样子 然后用针 把这三根针全挑下来 就用反针的形式 这样三根针全挑下来 织一针反针 这样绕过来 这一针反针 这个不要放下来啊 然后从这边绕上 绕上一针 加一针 因为你三针全都织掉了 然后我们织了这一针 三针织掉之后 我们还是要织三针回来 第一针织下来 然后再用这个线 从这个针上面绕一针 绕一针之后 然后再从这个里面 再穿着 然后再反针织一针 好 我们这三针就已经织过来了啊 这三针就已经织回来了 这就是一个太阳花 一个太阳花 然后把这一针再挑下来 来我们把针放下来 然后正常织 好 加着这一针织下来 这个你们要 这会是我们家的 那个太阳花的 太阳花的拖鞋 或是太阳花的棉鞋的话 这个太阳花就很好织了啊 就很好学的 然后再加两针 一针 再压到线上面 织过来 好 这边 这边就织一排 梅红色的线 织一排梅红色的线 梅红色的线就正常织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花就出来了啊 小花形就出来了 可能听的时候有点绕啊 大家就是不清楚的 这个地方再多看几遍 我觉得我录的时候 还是录的比较详细的 就是录的比较慢的 这个织法是跟双色兔子花 和双色情侣学的织法 是差不多的 然后 我们现在又开始要排花了啊 这个梅红色的织完了 再加两针 这个两针两针加 总共是加 总共是加五次 总共是加五次 加完五次之后 后面就是一针一针的加 好 我们这边再织一针过来 织一针过来 然后 我们再织一针过来 我们现在挑针 要在这个正中间挑啊 在这个花的正中间 再在上面 这个绿色的正中间 好 这一针挑下来 然后再织三针过来 一针 两针 三针 织松一点啊 排花的地方 挑一针下来 然后这后两针直接织过来 好 我们到反面 我们要开始织太阳花了 第一针挑下来 绕上去 把这个不用 就是这样啊 把这个红针织下来 这线不要绕下去啊 就直接再织 然后再织这个三针的 这个太阳花 就这样 织过来 然后 挑一针上去 就织反针 反正织完一针 然后绕线 加一针 然后再穿进去 这样 再织一针出来 好 这个三针的太阳花 就这样织出来了 就是你 把这三针全挑了 然后再补三针 大家看一下 一针 两针 三针 补三针 然后再把这个 挑下来 这个线就不要绕下去了 就直接这样 然后再把这三针也 这边的这三针也织了 这样 然后绕线绕上来 然后再织一针 这样 好 这三针织完了 然后把线放下来 然后再把这两针织掉 就这样 好 我们再加 再加两针 这个两针两针加 总共加五次啊 加完五次 之后 针上的总针数是14针的时候 我们就两针两针的就算加完了 后面就是一针一针的加 大家织这个的时候 就小心点啊 别串线了 这个梅红 就排完一次花之后 然后就换梅红色的线 换梅红色的线 织一个来回 我们到这个反面 就要织辫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边上 大家看一下这个边子上面 就是这个小辫子 小辫子的形式 就是为了挑针好挑 他说挑斜口的时候 我们数一下针上的针 是不是14针 1234567891011121314 好 我们这个14针 已经两针两针的已经加完了 加完了之后 后面我们就开始是一针一针的加 一针一针的加 加到你这个码数 所需要的针上的总针数 然后我们就开始 再加完一针 然后这针挑下来 这针织完了 现在我们就是织两针 大家看好了 挑一针 织三针 然后再挑一针 这个挑的这一针 永远是在这个花心的 这个中间 不是跟花心正好对着的 是在这个花心的正好正中间挑一针 大家在这个排花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看过我们家那个 双色情侣的 或者是双色兔子花的都知道 好 这边千万别织错了 我刚这边就织错了 这针挑下来之后 然后剩下的是三针 我们是要开始织太阳花的 织太阳花的 然后织上来 然后加一针织上去 然后再织一针回来 这样 这针直接挑下来 所以大家在织这个花的时候 要织到这个花的时候 记得在织正面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织松一点 要不然在反面织太阳花的时候 很难织出来 就这样 这一针再挑下来 三针太阳花 挑下来 然后绕上去 然后再织过来 那挑一针 先织下去 把这两针直接织掉 就这样啊 一直加针 按照这个方法啊 现在就是 第一次起三针 起三针织一个来回 然后再换线加一针 就是四针织过来回 然后就下面就是 开始两针两针的加 两针两针的加 总共是加五次 加五次之后 针上的总针数 总共是十四针 十四针织完之后 下面我们就是 一针一针的加 一针一针的加 加到针上的总针数 我们现在织的这个是 40和41码的 所以我们这款码数的话 织的这个 针上的总针数 加的话总共要加到32针 32针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织这个 人字形 开始要织这个人字形 大家看见 这个是已经织好的 4041码的 就是排花排到这边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时候 总针数要是32针 32针织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织这个鞋背 大家就按照我说的 这个方法 排花 大家一定要记得排花 在反面的时候 像我刚刚这边织的时候 就有时候会忘记 就直接织过来了 知道这边的剩下四针的时候 知道这边绿色是四针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要开始排花 第一针调下来 然后这三针就要排花了 中间的三个都要排花 就是排成太阳化的这个形式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 就是一针一针的加 后面的话 两针两针五次加完之后 后面就是一针一针的加 加到针上的总针数是32针 其他的码数的话 到时候可以加我们的 加我们下 我们家的这个QQ群 或者是微信的话 可以去 可以看得到啊 其他的码数的编织说明 在我们的QQ群里会有 在我们的微信上面 也可以有的 也是有的 好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加针的方法 一针一针的加 排花的时候 该排花就排花 正常织这个浅霉红的时候 就是做这个辐射线的时候 正常这样的时候 就正常织一个来回 一直加到针上的总针数 32针的时候 到时候就加大家织这个人之形 就加这个鞋 鞋背的这个人之形 我们这边 这个鞋侧面的这个花形 就已经全织好了 然后现在这个针上的总针数 是32针 32针织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这个脚背 这个人之形的脚背 人之形的脚背 我们现在这边就直接是织 全的织的平针 这边就不用加针了 织脚背的时候 就不需要加针了 直接织过来 我们织这个人之形的脚背的时候 我们就是丢针 头尾是四针 中间三针三针 的丢掉 我们知道这边 针上剩下四针 剩下四针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丢掉不织 然后往回织 往回织的时候 第一针调下不织 然后下面全都织回去 好 然后我们再换红色的线 再换这个霉红色的线 然后再织 这个换线的时候 低针都要织的 这个人之形呢 我们在其他的拖鞋里面 就是兔子花跟那个双色情侣的 都有讲到 吃法是一样的 好 这边织完 剩下三针 再丢掉 然后再往回织 这个头尾这边丢四针 最后这边剩下四针 有可能会 就只其他的码数 我们这个 这个四十四十一码 正好是剩下 四针的情况 其他码数的话 可能会有 就丢完剩下四针 或者是五针的情况 这个都是可以的 都是不会 都是不 都不是错的 别有的人说 我在视频里讲的 头 就是这个地方 丢四针到尾 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会剩下五针的情况 是不是织错了 只要你头 这边丢四针 中间都是三针三针的 丢后面剩下四针 或者是五针 都是对的 好 这个梅红色的再织完了 我们再继续换这个颜色 就是一个颜色 织一个来回 就是丢针 三针三针的丢 就这样 一直丢到最后 剩下四针 我们制的这个码数 剩下四针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这样丢 把斜边这边丢完 然后我们再织另外一边 我教大家织另外一边 我们这边 这边的侧面的 这个丢针 就已经丢完了 就已经丢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织另外 织这边的这个侧面 就这边的这个侧面 我们最后这边 剩下的是四针 有的码数 可能会剩下五针 或者什么的情况 都是对的 大家不要以为错了 那么现在继续换红线织 把这四针先织过来 四针织过来之后 我们再朝前织一针 朝前织一针 是为了 我们为什么要朝前织一针 每次都要往这个 就是这个分线的 这个地方朝前织一针 是为了把这个 这个口子给补掉 到时候要是你不这样织的话 不做这样的处理的话 到时候你在这 上斜的时候 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洞 会把海绵漏出来 会不好看 所以我们再朝前织了一针之后 然后我们再往回织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好 我们继续换线 继续换线 继过来 把这刚刚四针朝前织了 一针就是五针 把这五针织下来 五针织下来 然后我们再朝前织三针 现在就是每次都是朝前织三针 就跟一开始的 一开始的这边丢三针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每次朝前织三针 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 把这边的这个洞口给补掉 所以我们就朝前织一针 然后后面换线的时候 每次都是朝前织三针 朝前织三针之后 然后我们就再往回织 好 我们再换线 换红色的线 好 我们这边织完 再朝前织三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我们继续 换回来往回织 好 这边织完 大家织到最后的时候 要看一下 就全部朝前织的时候 织完之后要看一下 我们就要跟这边是对称的 这边就是织回来之后 你看斜边这边是红色 绿色 红色 然后这是绿色 红色 就这样是要对称的 别织错了 换绿色的线 好 好 我们这边又开始朝前织三针 两针 好 三针 然后我们往回织 好 我们三针 我们这个换线又织完了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把它织下去 直到最后的时候 直到最后 这个地方就全部调过来 就是知道这个红色线 直到最后的时候 把它全部调过来 好 我们这边都已经 就按照刚刚说的 那个方法 就已经收完了 就这边已经朝前 全都织好了 就是按照我那个处理方法 就你看它中间 拉开的时候 这个中间不会有小洞 不会小洞 这样织起来很好看 我们现在开始 收另外 收这边的这个侧面 收这边的这个侧面 收花形了 直花形了 收这个侧面 好 我们现在换线 开始 低针织下来 好 我们现在 我们在织这边的时候 每次都会加一针 加一针 然后就是朝前针 我们现在是 直到这边的时候 收一针 低针 并掉 低针都并掉 每次知道这个侧面 这边的时候 就并掉一针 一直并到针上 剩下14针的时候 就是两针两针的并 就跟这边侧面 是一样的 好 我们这针针再织过来 然后织完 就是收完一针 再织一针 然后我们就调针 开始织花 调针开始织花 织三针 然后调一针 织三针 调一针 织三针 调一针 织三针 织三针 织三针的时候 织松一点 织松一点 这也是为了在反面的时候 调太阳花 花形的时候 就比较好织一点 好 三针 最后剩下一针 直接织过来 好 我们这边现在就开始调花 第一针调下来 然后这三针直接织花 这太阳花三针 直接调起来 然后绕过去 这样 不要脱掉 直接 然后加一针 绕线加一针 然后再从这个里面 再从这个三针里面 直接织过来 好 我们这第一个太阳花 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这一针 红的调下来 先不要绕去 先就直接放到这面 然后再调 再把这三针 一起调起来 然后织过来 然后加一针 然后再从这个里面 织一针回来 好 这三针就已经织好了 再调下来 织过来 就这样 这个花这边我就不 不再仔细的 一开始的时候 就仔细的说过了 大家 前面要织过了 后面就肯定会织的 好 这针再调下来 然后先绕过去 把这两针直接织过来 好 这边收针又收完了 就第一次收针 织排花织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换线 换红色的线 第一针织下来 第二针收掉一针 记得啊 每次到这边的时候 都要收掉一针 就直接套掉一针 然后全部织过来 这样收针就是这样收的啊 正常排花都要排花 收针都要收啊 直到正面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 收针 一直收到针上 剩下14针的时候 就跟这边一样啊 剩下14针的时候 到时候就是 两针两针的收 两针两针的时候 跟这个第一针的收法 是一样两针 掏掉一针 然后再织过来 再掏掉一针 就收掉两针 然后后面继续织 又跟一开始 织的这个地方要对称啊 因为我们一开始 织的时候 是两针两针的加 加到了针上总针数是14针 然后后面就是一针一针的加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收针的时候 要跟这边对称起来 先开始是一针一针的时候 收到针上的总针数是14针的时候 后面是两针两针的时候 一直收到最后 收到最后剩下一针 然后我们就开始调斜口 我们这边侧面收针 就已经一针一针收完了 现在针上的总针数是14针啊 14针就跟这边是一样 我们现在就开始两针两针的收 一针一针收完了 收到十针上的剩下14针的时候 我们就两针两针的收 这样第一针织过来 然后套收掉 然后再织一针过来 再套收掉 就两针直接套收掉 我们自己套收掉完之后 我们这一针要挑下来啊 因为这个是正好的 在这个花心中间 然后我就把它挑下来 然后织三针 然后再挑一针 再织三针 挑一针 好 这两针直接织下来 这个织花了啊 这边三针直接挑过来 织反针 然后加一针 然后再织进去 织一针 好 这一针直接织过来 好 我们再换线 好 收掉一针 收掉两针 好 两针收掉 然后再织 就这样收 一直收到最后剩下一针 好 我们这边收到 就剩下最后一针 现在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现在开始挑斜口 斜口怎么挑 大家 我一开始说的时候 就要织成这个小辫子啊 这个小辫子 是为了方便挑斜口的时候 好挑 一个辫子里面挑一针 这样一针 就是一个小辫子里面 挑一针 大家看在这个小辫子里面 一个小辫子里面 挑一针 我们换针 我们换针 把这个条的这个针数 分别分到三根针上面 他就按这个方法把这个斜口全部调完 好 我们这个鞋口就已经全部调好了啊 全部调完了 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已经全部调好了 调好了之后 我们再后跟 就是这个地方 脚后跟的这个地方 脚后跟这个地方 加十针 加十针是为了 就是到时候 缝鞋 就是上鞋的时候 就脚后跟那个地方 一针 就这样套啊 套十针 我们先套八针上去 因为这个 就是这样套针的话 遮上去的话 到时候线会拉的比较长 所以到时候再 在你就是套八针 之后 八针织完之后 再直接就从这个线上面织 两针过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 八针套完 我们把它圈起来 圈起来织 现在就开始织斜口了 全织平针 斜口全是平针 就是下针 就这样 把这一圈全织过来 直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直到这边 然后把这个八针织过来 就这样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好 八针织完 八针织完 我们这边还留这么长的线 我们把这个针再压过来 加一针 再压过来 再加一针 就把这个长线给补掉 就把这个长线的地方给补掉 就这样 好 这个十针就已经 套两针过去 十针就已经 就加好了 我们现在后面就全都织平针 织起来 所有的织起来 织平针 织十四圈 这个斜口织十四圈 大家要是怕 到时候 织的太短 怕包不住那个海绵 就是你们缝海绵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缝海绵 缝的不一样 就是 有的人会缝的 就是比较 靠外一点 然后斜口那个海绵 就会比较长 你要怕那样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斜口 这个地方再多织两行 织个十五行 十六行 都是可以的 就是十五圈 十六圈 都是可以的 就是根据你缝海绵的 那个 我们这边正常 就是缝的 就是织的十四圈 就可以了 如果你怕 那个海绵包不住 或什么的 你就缝个十五圈 十六圈 也是行的 就这样啊 一直按照这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斜口 这个地方完成 全支平针啊 就全支下针 圈起来织就好了 这十四圈 好 我们这个 十四圈 已经全部织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收斜口 这个 这个收斜口 每个视频里面都有录啊 很简单的 就平针的 收针法 直接这样全部收掉 大家在收这个斜口的时候 不要收的太紧啊 所以松一点 因为我们在到时候 缝斜口的时候好缝 要不然就 嗯 收的比较紧的话 到时候我们缝斜口的时候 那个斜口那个地方 穿穿进去的时候 就不是很好穿 这个很简单的啊 为什么我每一款鞋子的 到最后我都要录一个这个 那因为好多就是 零基础的姐妹 她可能没有看到其他款 我们家的其他款 然后就一开始 就学习了这一款 所以 我在每一个视频里面 我都会录 就是 怎么收斜口的这个 就是这样啊 直接全部平收掉 这样直过来 直接这样平收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收到这个 收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最后已经收掉了啊 然后我们拿剪刀 把这根线剪掉 然后把这个线 从这边穿过来 然后拉紧 这边一定要固定好了啊 然后我们这个鞋面 就已经织完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已经织好的鞋面 这一款是 前梅红色 前梅红色 加上这个 草绿色的这个颜色 折出来很漂亮啊 这是已经织好的 这个 这的这款是 鞋侧边式太阳花的 太阳花的这种 人字型拖鞋 就是上起来很好看的啊 穿起来也很好看的 就这样 我们这个就是 已经织好的 如果大家想购买 我们这款材料包的话 可以去淘宝上 搜索我们的店铺号 瞧走女工编织坊 或者是在你们在编制的过程中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加我们这边的QQ群 或者是我的微信号 然后对我来 就是对我们这边来进行咨询 然后到时候不懂的 我们会教你们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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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